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现在爆出来这个说明华尔街现在比较倾向这老头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还是咱们前一段已经说了 咱们得不许点他那个比较爱扶持的行业 因为现在都不好说 真到对线的时候不见得怎么着 特别是现在订阅比较激烈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他扶持的清洁能源 这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有一个调查数据说是美国人啊 在什么时候这个股票啊是下跌的 那这块有一个图表 图表列的挺有意思啊 是在上升期的时候还是在下行期 那么现在下停呢我们可以发现 在今年经济下行期的时候呢 美国人手里的股票呢是走平 没有下跌 那么会不会就意味着现在这种上升的趋势是不正常的 我明确跟大家说啊 如果通胀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上升趋势就走不动了 但是目前来看通胀没起来 而美联储呢也不打算放水 那么现在最好的就是不要顶布放量啊 不要顶布放量 只要他不放量 他怎么跌都不怕啊 不放量怎么跌都不怕 一旦放量上涨 注意啊还不是下跌 一旦放量上涨 我们就得大附近操 放量上涨 这会儿是庄业出头啊 咱们有这种事情 美国那么大的盘子能有庄吗 就是主力啊 啊就是整个脱市的钱 可能都要往后走啊 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这块 那么另外一则消息呢 呃就是石油价格啊 石油价格呢现在上涨 呃但是呢 生产商呢正在削减这个产能 呃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注意 那么这条消息出来呢 应当是利好石油 那么一会儿我们看一下石油 石油股票呢 现在盘前呢有下跌 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看完了之后 就是发现他在盘中啊 迅速收起 那是什么 那这种下跌 就是一个明显的底盘动作 主力啊 那是一个底盘动作 就是主力在吓唬你啊 主力在吓唬你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 坚决的进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坚决的进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不好的吧 就是股指期货啊 他现在说啊 是盘前走低 那么他呢认为呢 就是呃 总体而言呢 就是消化了一下 昨天这个比较令人失望的 失业金申领的人数啊 因为失业金呢 好不容易在上周 短暂的回到了这个 一百万以下 那么这周预计呢 本身是九十二万 然后结果呢 就就上一百万了 那这块 呃 比较 那个 让人 空恼 而且呢 整个美联储的 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美联储的情绪呢 比较低落 所以说呢 由于下跌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 明确跟大家说 从技术上来说 呃 下跌 就是盘前的下跌 并不可怕 啊 我们盘前的下跌 一会我们可以发现 啊 一会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看技术面就可以发现 现在已经有止跌信号了 盘前下跌是 比盘中下跌 要比盘前上涨 然后到盘中再下跌的这种 要好得多 盘前下跌 因为没有成交量 所以说是下来接你的啊 所以说是下来接你的 不算说是咱们说那些做空的股票啊 就明确跟大家说了 我说有一些中概股啊 涨的已经 嗯 不能再涨了啊 已经涨了三倍多了 而且呢现在就里头有不少空头啊 当时还有人跟我在底下争辩啊 就是其实就是我当时说的就是拼多多 我说那个当时我没直接点名拼多多 我说我说他经常是卖一些这个 你说的假货也不太好 但是呢 嗯 反正这个是不太不太不太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的啊 这种股票 那么 而且当时我也提到京都啊 这都是上涨的比较好 不是中美关系的紧张 让他短暂的回暖 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急跌 那么现在盘前呢 那么我们有的人说那做空能不能追呢 你也别追啊 这种的咱们做空的票 主千万不要单边做空 现在呢 美股呢 没有让你单边做空的迹象 如果您有不少的多头头顿的话 您可以做空 做空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平衡一下你的多头 那这块呢 主要是为了把仓位平衡一下 那么如 因为是这样啊 你计算仓位的时候 你的空头是整跑是把你的多头仓位是减去的 有些软件呢 是直接把你的空头仓位 也计算为你的持仓 实际上 就是 实际上你自己在计算的时候 应当是把它计为这个 固的平仓仓位 因为你到时候 你还会 你还会 那个等它跌下来 你还会回补吗 而且这主要就是 为了平衡 你做多的这部分仓位 你做多跌的 不是一般的计划 大盘往下跌的 不是这个做空的 正好 往下跌下来 你是挣钱的 当然了 你要说做反了 正好大盘跌的时候 这个你做空的这只股票涨 那就废了 那就废了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也是有概率的 这种东西也是有概率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说一下就说整个经济前瞻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整个经济前瞻呢 我们会发现啊 在未来 未来的2020年啊 现在咱们需要关注的一些股票 除了这个Zone和这个Skype这种啊 比如像Zone这种啊 这种东西 我们还需要关注什么呢 就是关注给他们做配套服务的软件 特别是一些云计算 为什么我又要提这个云计算了 前一段给大家提过啊 有的人说区块链是不是就数字货币 注意啊 区块链既有数字货币 又有云区块 那么我们找一些 就是开发云区块的这种 区块云的软件公司 我们可以进行投资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在 注意啊 这是我个人观点 不作为任何的推价 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它都会 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就即使大盘不行了 往它跌 它跟着跌下来 它也早晚能回补回来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是现在 可能这个所谓的 telecommunity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常态 就是居家办公的 会变成一个常态 特别是对于一些 科技类的公司 也许他们以前呢 是一周上四天 上四天班 歇三天 那么以后可能就上三天班 歇四天 或者上两天班 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一下 而教育呢 从目前来看呢 网络教育呢 现在正在 惊喜啊 中国现在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美国这段时间的 有学校关停 哇 我看了看它的软件 说实在的 美国的这个软件 比中国做的要差很多 因为它现在没有太大的 语量可以和算法 可以计算出更好的 那么我相信 经过一段时间啊 经过一段时间 在美国这一块呢 应当也就能够 呃 做出比较好的 这个 就适合人们习惯的 这种软件 那么在这一类的 铁当中 我们需要找一些 可以做中长线的股票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切换到 这个 呃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啊 我们可以说啊 你看盘前 它有一波大跌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 这个是明显的 啊 我们看这个 K线组合 啊 这注意啊 这不是 这不是三红兵啊 三红兵是 脑袋顶上那块啊 那是 这往上 撑一点 这是明显的 叫所谓的 叫孕育之星 或者叫希望之星啊 希望之星更好 因为这根 K线长了点 典型呢 希望之星 而我们可以看啊 伴随着希望之星的出现 这块收出了一个 长 下影线 而长下影线的时候 是量最大 而希望出兵 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根红柱出现的时候 量有所缩 但是一直在持续上升 那么在这种 K线组合的信号 那么说明 说明下跌 基本结束 注意啊 下跌基本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可能 一下着起来 这种幅度的下跌 一般的情况下啊 会 走 往上走 走着走着 还会往下窝一下 窝一下之后 就是窝什么叫窝一下 就是往下弯啊 再往下砸一下 砸一下之后 往起起啊 它也许是一个标准的W型 也许这是屁股抬高的W型啊 就是底部抬高啊 也就是长短腿 所谓的长短腿 那么这个腿 是比前长 还是比前短 那么这个就不能说是在这 在K线图上看不出来啊 我们要就要看这个底级的动能啊 这个动能图 那么这个动能图 如果它能够以一个较长的时间横向消化面积 那么它就是相对的就是右腿短 那么如果要是跟这个正这块跟前期的动能差不多 那它基本上就是两腿极长 那么如果它要是说动能突然间放大啊 做这种头肩底的 有点像冲头肩底的结构的时候 那么这个右腿呢 就会伸长啊 这个右腿就会伸长 在目前来看呢 一般的情况下 希望之星出现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是右腿比左腿短啊 最次最次也是持平啊 最次也是持平 那么现在呢 由于它的K线组合现在还不完整啊 注意啊如果这根K线 在现在现在是一个十字星 如果下一根K线 我们看估值期货啊 再收出一根小阳线来啊 或者中阳是最好啊 中阳短期指标收出一个中阳 那是最好 如果收出一个小阳线来 阴线就不行了啊 阴线就不好说了 如果再收出一个小阳线来 基本上可以判断 就是要走出一个底部抬高的WD 那么我们今天起码上午的时间 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咱们刚才说完这个 个股啊 刚才咱们说完了这个档块 未来的档块的情况 就是云计算加区块链啊 云的区块链 不光是货币的区块链 我们值得关注 而且可以值得长期持有 那么我们刚才还说了一个西方石油 我们先就是石油类的 我们先看一下西方石油啊 这不是做建国 这个是给大家说一下那个 为了说一下人油的情况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方石油啊 西方石油我们可以看啊 他现在短周期 已经下跌啊 在好 而且呢 已经持续的下跌了一段时间啊 已经持续的下跌了一段时间 这个臭码 我们就可以看啊 已经持续的下跌了一段时间 那么这种下跌啊 这种下跌 特别是这种短周期的下跌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他下跌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中期和中短期指标已经形成了 看已经到这个位置已经跌不下来了 那么这次现在的下跌呢 是是什么呢 是在啊 是在他准备启动前的下来接你 而且我们可以看 啊 我们可以看啊 摩根斯坦利啊 就是大摩啊 这个大摩 其实我老 我老觉得就是这应该叫小摩啊 摩根大通应该叫大摩 为什么呢 这个摩根大通的那个规模啊 比他大多了啊 后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老管他叫大摩 这个摩根斯坦利 把他的目标价提高到14 那他是不是能到14呢 这保重啊 我也不看好他能到14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他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下来接你的机会 那么起码啊 他在网上有一个一毛啊 有一个一毛短就超短期啊 有一毛钱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中短期呢 网上呢 有四毛钱的空间 也就是说有一个2%到5%的空间 我们可以起码啊 做一下啊 由于他这个 呃 这个 有些有些削减啊 有些故意的这个产能削减 那么我们 需要啊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呃 这个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石油类的股票 不见得非得说是我 这是要您看一下石油 那类似于就这种啊 出现一个小箱体啊 我们画画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是一个小箱体 哎 小巨星 啊 是吧 你看 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小箱体 那么在这种小箱体当中啊 震荡震荡 现在到了箱体的 哎 下颜 这一块啊 不见得说是那个 这么这么精确 嗯 或者漏一下 漏一下呢 哎 我们现在 并且啊 并且漏了一下之后啊 漏了一下之后 形成了 这看这有一个脚丫子 看见没有 这有一个脚丫子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腿 那么在这种 而 注意啊 现在 如果在这条腿这块 什么时候出现 这种 啊 上涨的 因为我 注意啊 大家注意啊 好美股的朋友注意啊 我这用的是红涨绿跌 我这用的是红涨绿跌 您别看反了 啊 您那如果要是绿涨红跌的话 就是 按照美股习惯看法看的话 您要是绿涨红跌的话 啊 那么就注意一下啊 一定是上涨的那根阳线 在这出现了 出现两根阳线以后 您就可以买入了 那这基本上 就是不是说这只股票啊 就是说类似 石油类的 这些股票 那么您可以做一个超短线 那么基本上也就是说 呃 这个 天内能解决问题的 呃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录制到这 呃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一定记住 订阅 点赞 加转发 啊 您的转发 就是我做下 把节目拖下去的动力 那么咱们价格交易日 A股再见 您的转发 您的转发 您的转发